北京时间1月24日,胡仁在今日的一场常规赛里最终是惨败给了热货队,而伴随着这场失败,胡仁的战绩又重新跌到了23胜24负。 赛后詹姆斯的一个采访再次引爆了热议,他再次做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,也是让不少美国媒体都在纷纷表示,他现在这种行为只会给还未康复的农眉哥施加太大的压力。 缺席了这么久之后,安东尼·戴维斯终于要回来了,这是一个重大好消息,但是现在农眉只是随队出征客场,具体的回归时间仍然不确定。 说是要回来了,可是究竟什么时候能回来还不好说,而詹姆斯在赛后就耐人寻味地表示,他已经知道本场对阵热货在前,安东尼·戴维斯是出战成仪的情况了,但是最终农眉还是没有上场。 可他认为,无论何时,像AD这样的超级巨星,回归会给他们最大的激励。 随后詹姆斯还特意强调,我们不能给戴维斯太大的压力,但是所有人都已经等不及和他并肩作战了,希望他准备好的时候再复出。 不过无论何时,他的复出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。 这是詹姆斯的一个态度,一方面嘴里在说不要给农眉太大压力,另外一方面在疯狂强调农眉付出能够激励整个球队,在强调所有人都已经等不及了,那你这么说的话反而会给他更巨大的压力。 相信不会有人忘记,当初在勇士的时候,打到总决赛的情况下,杜兰特是如何付出的。 也是勇士全队表示不会给他压力,但是认为他能上场的帮助是很大的,现在詹姆这种话,也是被美国媒体疯狂吐槽和质疑,你这不就是在给别人压力吗? 这属于自相矛盾了。 越这么说,越是让农眉不敢再休息了,他本场出现在场边,一直在和微少交流,但是农眉哥始终没有上场比赛,这也是一个铁一般的事。 现在胡人越输越多,勒布朗似乎也是急眼了,毕竟如果说今日森林狼队篮网的比赛,篮网输球,狼队赢球的话,他们就要彻底把胡人挤到第八的位置上,一眼看跌到了西部第八了,勒布朗赶紧出来,说农眉付出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,看来这位曾经的59分超距不能沉默了。 越是这么说,农眉哥安东尼戴维斯越不敢继续缺席比赛,接下来等待着农眉的可能就是必须付出压力了。 当然现在如果他还不回来,胡人给他的1.9亿的顶心也就显得很不值得了,看看胡人现在面对的局面,不进西部前六就要打附加赛,连残阵的绝金排名都比詹黄胡人更高,万一真的进了附加赛一场决胜制,胡人没有任何把握能够进季后赛,对方稍微有一个人爆发,可能等待着胡人的就是噩梦。 wrong,亨 öz有一个人爆发,可能是因为对方不及面,就不تم晓得更好的。 因此,我们下诺,这些东西不过来,关键不及炸烈力了。 我们下诺,请不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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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请不过来,请不保守秘, 项无人义不过来,即可適并不及游不 sendiri,不可不及另一个人都没有任何本身都没有造成?